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敌垃圾我当下我是会完全的专注在赛事中 三、二、一 走 當銘槍出發那一刻的時候 反正我就盡全力的 就是照教練告訴我的步驟 你就是發自己的 在踩的過程中 我只覺得我每一下都很用力 然後每一下都很扎實 而且每一下的力量 都有輸出在腳踏車上 而且我發現我速度很快 當我壓線那一刻 我看到兩個竟然跳起來 我就說我們贏了 然後那一刻我就覺得我會很開心 就覺得說那時候的我做到了這樣 這些狀況還不錯 等一下我們做五公里的ITT 然後心跳大概在80%到98% 大概在180到185這邊 我本身的好勝心很強 我訓練 訓練只是為了要比賽 然後比賽我就是為了要拿前三名 沒有如願以偿拿到獎牌 前三名的時候我會很失望 然後我一直在想說 一個運動員追求的 除了比賽在贏得的那一刻的時候 他們還在追求什麼 然後我才慢慢地去 從我的訓練跟一些小比賽 慢慢地去感受說 自己原來喜歡腳踏車的原因是因為 我可以在腳踏車上面 進行地發揮自己 等一下我們先熱身 然後熱身完之後 我們再做今天的氣引十二圈 好 加油 出版了 出版了 然後我也很喜歡比賽 當我做我自己的時候 我發現我可以表現得很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 對我很大一個肯定 當你做了選擇的話 就是不要去放棄它 決定要進入國家的那一刻起 就是我不想 我不喜歡半途而非 我不斷地給自己 就是給自己的機會 就是說你再騎騎看 拋開其他的誘惑 然後你要專心地走這條路 你必須要盡你所有的能力 然後去完成今天的訓練的課表 或是今天比賽的距離 然後在這個環境裡面去苦練 然後在這個環境裡面去拼搏 拼搏我想要的自由車人生 這一刻我們一起上場 我是黃庭 杭州亞運 請為我加油 也為台灣選手加油